好 大家好 我是博德西 继续更新脖子陪你看甄嬛 上期视频讲到 安比怀落狱一事 引发了后宫多方势力的缠斗 皇后华妃相继出手 从始至终 甄嬛都不指望皇后能救出安比怀 这件事的最终决定权在皇上手里 事关军机大事 皇后几句劝阻作用根本不大 甄嬛求皇后帮忙的目的 就是把这台水搅混 华妃与皇后素来不目 协押送粮草一事 设计年羹瑶 皇后一出马 华妃大概率也会干预此事 当皇后华妃相继出手后 这件事便伤伤到了 他本不该达到的高度 安比怀不过是一个芝麻小官 却惊动了后宫两位高位者 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安比怀 而是后宫两股势力的斗争 与皇上而言 安比怀的处置方案 涉及到自己支持哪一方势力了 此时也到了甄嬛出手的最佳时机 自己若贸然出手 一来胜算不高 二来没有皇后华妃的铺垫 也会引起皇上的不快 自己若第一个出手 便是枪打出头鸟 现在出手 与皇上而言 已经成了狮子多不摇了 暗赌劳行啊 不知不觉看了一天折子了 那些老头子有事没事 写一个折子来啰嗦 烦人哪 身为眼官职责如此 四郎不必苛责他们 何况谁有美人来探四郎 殷勤缠绵 何来暗赌之苦呢 大约是红袖天香 事情化意吧 好香 皇上今天是真的累了 和众大臣商讨了 押送粮草的案子 听了后妃续道 又披了一天的折子 现在甄嬛若直接挑明来意 只会让皇上烦上加烦 所以用开玩笑的方式 提起皇上的兴趣 顺便借扇子 引起华妃等人来过的话题 你一直越发雕化了 是朕太过纵你 皇皇本就不如 华妃娘娘膳体军心 只会惹四郎生气 你怎么知道 是华妃来过呢 我早就打听过了 扇子上的香味 是天宫桥 这种胭脂 甜香扑鼻 制作不易 宫中能用的妃嫔 并无几人 皇后娘娘素不喜香 想来华妃娘娘 来见皇上时 必定是精心装扮 所以连扇子上 都沾染了胭脂香味 你倒是贱为之助啊 四郎请说是不是 什么都瞒不过你 郑桓的这点小心思 小醋意 皇上是很受用的 郑桓借此讨了皇上的开心 为二人的谈话 创造了良好的开端 皇后前脚刚走 华妃就来了 都是为了同一个人 可是为了安答应的父亲 安比怀一事 正是 那么你呢 你又是 为何 郑桓无召前来 又提起了华妃的话题 明显是带有目的的 一只羊也是敢 一群羊也是放 说吧都说吧 让皇后来猜上一猜 皇后娘娘仁善 必定是为安答应求情的 华妃娘娘刚之不阿 想必是要四郎 执法严明 不逊私情 那么你呢 其实这件事 皇上已有决断 军机大事 绝不是几个女人 可以左右的 真正令皇上好奇的是 他们的目的和态度 后宫不得干政 环环铭记于心 环环只是奇怪 皇后娘娘与华妃娘娘 同为安比怀疑 世面见皇上 不知真的是两位娘娘娘一见相左 还是这件事情本就值得再细细推敲 什么推敲 臣妾又识官时 见圣主明君责罚臣民时 往往择其手而宽其从 恩威并济 使臣民敬畏之外 更感激天恩浩荡 皇上一向仰慕唐宗 宋祖风范 皇上亦是明君人主 臣妾愚昧 认为外有战事 内有行欲 二者卿 则设计名 甄嬛的这番话有几个重点 一后宫不得干政 摆政自己的立场 我的话不会朝政 只为帮皇上排有解难 二两位娘娘一见相左 安比怀不过是个芝麻小官 两位娘娘与其素无交际 现在为什么对她的事 如此伤心 根本目的不在安比怀 而是涉及后宫纷争 把皇上对这件事的注意力 从押送粮草事件 转移到后宫 让皇上做决断时 也纳入后宫这一因素 三 仪史明正 甄嬛用唐宗宋祖 来比喻皇上 把皇上捧得高高的 且指出 古代贤君都是恩威并济 才是臣民敬畏 涉及无余 二者卿则设计名 西本战事固然重要 但内无冤狱同样重要 既高度赞了皇上 又为皇上分析离弊 听得皇上美滋滋的 朕一向只知你 饱读诗书 不想使书国策一通 句句不设朝政 却句句已始明正 由亲如此 朕如得至宝 安比怀一事 朕会派人重新明察 并不是一人含冤 一番操作下来 皇上决定重新调查 安比怀的事了 不过这所谓调查 也代表皇上放过了安比怀 我们来简单复盘一遍 安比怀一事 皇上的心路历程 一开始这件事 只是关军务 皇上有两个选择 一是权以军阀处置 以此重罚来威慑后人 二是恩威并济 择惜手 宽鸡从 但此事 众大臣争论不断 皇上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但因皇后和华菲的出手 后宫两方势力 这本无足轻重的芝麻小官 眼下必须要重视起来了 那么在甄嬛面见皇上之前 皇上更偏向于哪一方呢 我认为是皇后 不是说皇后做得多对 而是华菲错得太多 皇后是第一个来见皇上的 且与安比怀一事毫无瓜葛 皇上也不知道 皇后此行是为了拉拢甄嬛 所以与皇上而言 皇后更为公允 所作之事 不过是为了后宫祥和 也就是为了安陵戎 而非安比怀 为了后宫而非朝政 但华菲不同 发表不同意见 明显是针对皇后 请安比怀一事 设计年更妖的西北军事 华菲本该避嫌 但却为兄长出面说话 不仅干预政事 还明显带入私心 先将华菲复宠一事 有年更妖和敦亲王的干预 皇上本就不快 现在华菲刚复宠 就大张旗鼓与皇后作对 为年更妖谋私 这便让皇上对华菲更为不满 所以此时的皇上 更偏向于皇后一方 并且在甄嬛来后 又为皇上分析离弊 让皇上更加肯定了 恩威并济的想法 当场便表示 会重申安比怀一事 皇上一向精明 若甄嬛所言 与自己意见相左 皇上又怎么会轻易 因为几句奉承话 便改变主意呢 无非是甄嬛的话 说到了皇上的心里 这才松了口 不过要说这三个女人 完全左右了皇上的想法吗 我认为不是 可能针对这件事 皇上一早就有了定论 但因为这三个人的登场 是皇上更坚定了想法而已 皇上就是皇上 真正的决定权 约在她手里 无论皇后 华妃还是甄嬛 他们的意见 只能作为参考 标准答案是不会变的 但这么说 甄嬛的这番算计 是无用功吗 当然不是 甄嬛的这番筹谋 为皇上增加了思考量 也就是将这件事的战场拉大 把后宫的因素 也添加了进去 皇上考虑前朝的同时 同样也要考虑后宫的影响 有了皇后和华妃的出场 使这件事的胜算变大了 后宫不得干政 若朕单独与你在一起 朕便是你的夫君 妻子在夫君面前畅所欲言 谈史论证 有何不可 臣妾不敢 婉贵人真是不敢 甄嬛无妨 是 这让我想到了一句话 演戏的是疯子 看戏的是傻子 皇上这番发言 不过是眼下的甄嬛体察圣意 让皇上又回忆起了 昔日的纯元 而甄嬛却真的信了 所谓干政与否 并不在于甄嬛还是晚贵人 而在于皇上的心意 皇上若愿意 多说也无妨 若不愿意 便是干政了 奴婢给小主道喜了 姑姑客气了 怎么 今儿一早 皇上命几周协领沈自山 重审安大人 牵涉运送军粮一案 安大人活命有望了 真的 当然了 左个皇后娘娘 亲自去向皇上求情 皇上自然会给娘娘面子 多谢皇后娘娘 别 小主 还是得安大人无恙事 再亲自去向娘娘道谢吧 简秋立刻跑来卖好了 将所有的功劳都揽到皇后身上 安玲蓉 你应该去谢甄嬛 或者说谢华肥 她的积极影响都比皇后大 昨儿个 好像晚贵人 也去向皇上求情了 说来 小主与晚贵人 还有会贵人 真是情同姐妹啊 简秋提起甄嬛的是 现在甄嬛已向皇后投诚 皇后认为 甄嬛已然归顺自己 简秋自然要为甄嬛 说几句好话 但简秋还可以提起了梅庄 为的就是提醒安玲蓉 梅庄没去求情的事 所谓姐妹却不为你求情 从而计划安玲蓉和梅庄的矛盾 使他们的小团体内部 分崩离析 甄姐姐倒真是真心真意待我 只是没姐姐她 沈贵人 已经给沈大人修书一封 让她多多关照此事 顺水推舟的人情 谁不会做 这简秋一挑拨 安玲蓉就上套了 还当着简秋说这种话 真是不应该 自己团队发生问题 应该私下解决 向万人暴露内部不合的事 便容易被有心之人利用 不过此时的安玲蓉 完全拿皇后当好人了 充分的信任皇后 安玲蓉这句 顺水推舟的人情 我听着都心寒 梅庄不做又如何 你心下什么都没有 别人帮你也不图你什么 完全是基于姐妹之情 你不感谢梅庄就算了 还怪人做的不够多不够好 简秋给安玲蓉灌输了一个思想 就是皇后很强 什么事都能做到 这件事改变了安玲蓉的心态 也被后期偷告皇后 埋下符笔 还好晚贵人 素日送给小主的东西不少 小主可以捡些好的 送回府里就是 再好的东西又能怎么样 我算是知道了 谁的话 都没有皇后娘娘的话管用 斗米恩圣米仇 甄嬛他们昔日的好 都白费了 那是自然 除了太后 皇后娘娘 可是宫里最大的女人了 除了这样的事 我才知道 什么都是靠不住的 梅姐姐平日里 与我姐妹相称 有事相求 便唯恐避之不及 奴婢倒觉得 晚贵人倒是对小主真心 谁对我好 我心里有数 通过这件事便体现了 安玲蓉的巨嬛思维 以自我为中心 不考虑其他人的感受 凭借感情或关系上的因素 要求别人必须承担 照顾自己的责任 别人若没做到 就是对方的问题 先前讲到 这件事很难办 且审霉庄并没有帮助 安玲蓉的义务 安玲蓉在给别人添麻烦的同时 因为对方没达到自己的 预期效果而生气 这本就是极不合理的 安玲蓉容易感情用事 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 她完全以感情的角度出发 这样的人很容易 被表面上的恩惠收买 后期的安玲蓉 投靠皇后便是同理 说完安玲蓉 我们借今天的视频 来说说真玲和曹奇末 许多人对曹奇末 有这样的评价 如果曹奇末能活到最后 肯定能把真玲玩死 说这种话 无非是表达曹奇末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但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番话存在的问题 一个聪明的人 真的会这么早就下线吗 曹奇末的死并非偶然 而正是因为他所谓的聪明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他聪明 因为他把所有的机灵 都都给众人看了 他努力的告诉所有人 你看这计划多妙啊 你看我多厉害 但这么做真的是聪明吗 但拿安比怀这件事来说 曹奇末做了什么呢 他拱火让华妃去参与此事 但结果并未达到预期 曹奇末没有考虑到 华妃出面会有甘政之嫌 也从没想到年更瑶这一点 反观甄嬛 利用皇后华妃借地打利 自己不伤一分一毫 却能达到目的 他俩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 曹奇末是用阴毒之术算计人 且自己也会暴露 而甄嬛却轻易玩弄前朝后宫 自己还能全身而退 真正的聪明 从来都不是让别人看出你的聪明 他可以是韬光养晦 可以是大智若鱼 可以是无为而至 但绝不是偶边偷袭 曹奇末的小聪明 或许可以让他风光一时 但在这后宫中 绝不是长久之计 好了 今天节奏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可以多关注三连 最大发财 爱你们哟